小姐,您要出门?进来上将军府风头正盛,愿书说个府送来的孝敬收得手软,正准备窜多着愿琴四处溜达溜达,在年节前让府里更阴实些,见任安乐收了一纸琴铁后,吩咐被马车,好事落空,遂忙不迭,跟在他身后问。 任安乐打了个哈欠,拖着木鸡走进内房,朝后摆摆手,愿琴,替我换一身衣衫。 愿琴应声而出,愿书眼珠子一转,小姐,您这是要去哪家府上? 任安乐回头,约衣沉思,对着愿书露出个似是而非的恶劣笑容,愿书,我今日带你去看看大便火人。 愿书害得倒退两步,藏在门后,颇为头疼,小姐,您若是这么笑,准没使好心眼,我还是留在府里看家吧。 话还未完,愿琴端着一套锦衣,从房外走进,淡淡道,今日帝小姐设宴,小姐要去东宫,咱们小姐素来温雅得体,定是斗不过这些心思,弯弯绕绕的大家小姐,你不在身旁,帮衬着怎么成。 小姐愿意去东宫,看这场戏,八成跟近日经理流传的上将军匪妻霸道,却偏生妄想太子,如今茶饭不思,日渐消沉的流言有关。 至于这流言,是从哪里传出来的,便很是有些玩味了。 任安乐撇铁嘴,假装没听见,只伸长了手臂,让愿琴换衣,倒是愿书如雷轰了一般,颤抖地指着一贯喜欢庄大爷的任安乐,双手插腰,温雅。 得体,愿琴,你说的真是咱们家小姐,我看是粗。 任安乐漫不经心地回头朝任书腰间,别着的帐房钥匙一瞥,愿书喉咙里的笑声声声止住,卡在半途,他捂住嘴,谄媚地朝任安乐眨眨眼。 小姐,您就只管去赴宴,甭管什么牛鬼蛇神我都会替您挡下来。 任安乐满意汉手,紧了锦领袖,唇微敏,露出个含蓄的微笑,领着两人出了仁府,朝东宫而去。 自皇宫行刺案后,嘉宁帝对帝承恩的看重近人皆知,送入东宫的奇珍一宝不知凡己,养伤的圣品亦皆是皇宫珍藏。 作为未来的东宫太子妃,帝承恩这场宴席办得恰事时候,他自入京后以帝家人的身份谨小甚微,如今摆出皇家媳妇的尊容来也不为过。 今日十五,秋高气爽,东宫北朝院歌舞升平,宾客满志。 帝承恩一身大红公裙,头上琉璃布摇饭出华贵的色泽,端坐在院中宴席首位,颜笑艳艳。 韶华公主坐于她右手一侧,两人相谈甚欢,眉目间一息有着相似的意气风发。 众人颜笑之余,安宁一身尽是广秀长福,幸不走近。 安宁公主从不出席宴会众所周知,如今突现,惹得众人纷纷成奇。 她来传闻,这位帝家小姐和安宁公主私交身后并非空穴来风。 众人起身朝安宁见礼,看向帝承恩的目光愈加恭敬有礼。 安宁,你来了。 帝承恩的笑容温暖真切,亲自起身将安宁迎到左手软席上,笑道,你正是繁忙,请你来,倒是叨扰你了。 安宁坐定,见帝承恩仿佛早已忘却月前两人之间的不快,心底感慨,无妨,你的宴席我自然要来。 帝承恩亲手为他珍上酒,神情诚恳认真,低声道,安宁,我待太子之心一如当年,定会好好扶持他,你定要相信我。 安宁接过杯子的手一顿,眼下眸重一色,笑了起来,回,我自然信你。 说起来自帝承恩回京后,两人还未曾好好聊过,今日安宁格外给他面子,相谈甚欢。 韶华无意间被冷落,他打亮了安宁一眼,笑着插嘴,黄姐这一身穿得稀罕,虽是男装,却别有一番风韵,也不知哪位世家子弟能入了黄姐的眼。 安宁一身纯黑浸妆,腰间紧带淡雅肃尽,眉宇尊贵,生生夺了院内一众少年郎的目光。 当下便有贵女笑道,公主不知,自数月前任将军在太子殿下的宴会上穿过此衣后, 不少姐妹都很喜这般打扮,只是南极安宁公主和上将军的萨爽英姿。 这话一出,众人不可思议地望着院中笑得娇憨的少女,憋着口气,小心看了看上手的帝承恩,面面相去。 都说赵老江军府上的小孙女性子单纯,如今看来倒是勾实话。 谁人不知地家小姐连封请帖都未送到上将军府,她竟不知遮拦赞扬起任安乐来。 气氛有些沉默,安宁瞅了瞅下手有些无措的小丫头,笑道,上衣局里送了不少衣裙来,我瞧着就这套顺眼,听闻有人说人将军匪气霸道,我看这句话道不可信。 她说着转头朝地成恩道,任将军是个懒散的,今日休目,想必在家显养,如若不然,你们见上一面,也可化解一些误会。 安宁公主话语间,对任安乐的维护谁都听得出来,想来也是愿意做个合适佬,让地家小姐和任安乐近视前线。 公主无需担心,我送了帖子到任小姐府上,想必任小姐快到了。 地成恩突然开口,抿了抿茶,神情合约。 众人一听这话,瞅着云淡风轻的未来太子妃,心底一咯噔,今晚这场宴会怕是龙争虎斗,不得太平了。 韶华神情有些不自在,她事先听闻帝,承恩未请任安乐才会欣然出席,如今若是离席,倒显得小家子气了。 安宁看了帝承恩半晌,突然开口,皇兄可在东宫。 帝承恩眼底,飞快划过一抹陈欲,顿了顿,道, 新任九门提督,昨日来京,殿下一早去了西郊大营,恐怕来不及,赶回来参加宴席。 既是如此,任将军虽是女子,亦为外臣,等会寒暄几句后,我便陪任将军离去。 安宁虽想让帝承恩和任安乐化解怨愤,但今日帝承恩毫无预兆地将任安乐请来,定不是修好之心。 帝承恩如今虽占着皇家名分,可任安乐无法无天的性子安宁比谁都清楚,若真惹急了他,承恩今日的这场宴席怕是毁定了。 帝承恩神色微冷,笑容淡了下来,安宁何必着急。 我对任小姐很是好奇,日后殿下在朝堂上亦会仰仗于他,我又怎能怠慢,让他提早离席。 任将军道,安宁眉头一皱,刚欲开口,院门前宫额柔腕宫颈的声音突然响起,院内众人暗叹主角已到,纷纷抬眼朝院门前望去。 长长的小镜上,行来一位女子,念容大气,眉宇淡淡,素白曲居袭于身,晚袖处用寇合柱,雍容间游带爽立,寻百处绣着修长的戏竹,慢走间游如行鱼摇曳竹海中,但雅之姿难以言喻。 即便是静男闻士,恐都不及此人,一身儒雅气质。 这真的是那个,自小在土匪窝长大,浴血疆场的人安乐。 满场静默,端坐的一众世家子弟,名门贵女不是头一次见人安乐,却觉得她每一次出现都能带来令人意外的惊叹。 出入京城围场,上一件三雕的豪迈,东宫夜宴上与众军尽饮的洒脱,还有今日地家小姐宴上众人难以企及的雅致。 如此女子,确实平生仅见。 除了一副过于平凡的容貌,隐约间,似是有人叹息。 任安乐嘴角微勾,走过小径,行到宴席中央,朝暗手上两位公主病帝承恩略一抬手,安乐见过公主殿下,帝小姐。 她这声,很是随意清淡,安宁还未说话,韶华已经迫不及待地摆手,任将军无需多礼,坐吧。 韶华虽骄纵,却也是天家养出来的公主,面前这人只是个四品副将时,她兜兜不赢。 更何况,如今任安乐已入主内阁,掌金城防务,给尽地心。 任安乐一动不动,瞅着帝承恩,笑得很是无害。 帝承恩坐的笔直,温婉的面容肃穆端庄,唇角带出点点笑意,朝安宁旁边一袭抬手,贵客临门,寒设棚毙身辉,任小姐请上座。 看来帝承恩这太子妃位是八九不离十了,看看,人家都自称寒设了,任安乐素来以为自己脸皮厚实,却不想人外有人天外有天。 虽淡淡笑道,大敬之贵,尽在皇城,帝小姐即将执掌一功,太过谦虚了。 说着行了两步,到安宁身旁坐下。 帝承恩见任安乐神情平淡,自是更加端重,朝任安乐摇摇敬了一杯,小姐是陛下宠臣,能亲自前来,自然是承恩之幸。 宠臣,古往今来这词的含义其实和宁臣差不多。 任安乐身后尽力的怨情没一皱,拉拉自进怨胎时,就飘忽着打凉桌上好酒,连隔正眼都没瞧过帝承恩的怨书一把。 怨书被拉拉得亮呛,忽而想起今儿个自己责任重大,咳嗽一声,板着脸朝上手穿的金灿灿的姑娘看去。 这一望,王八之气没使出来,一口气提到嗓子眼差点憋死,晃晃悠悠哆着手指朝自家悠闲自得的小姐看去。 玉皇大帝呀,这是哪里来的闺女,怎么和小姐原先的模样,很有几分相似。 任书直直盯着帝承恩,面容扭曲,一时叹气,一时摇头。 众人瞧得莫名,距不动声色地朝任安乐望去,这是你家的侍女,总盯着主人,看是个啥意思啊。 任书是个妙人,他十七八岁便能在安乐寨里争得第二把交椅,从来靠的便不是运气,一身蛮横君武之气,恐由善安宁。 他这么死不挪眼地望着,整个宴会都安静下来。 其实,任安乐是个爽快人,没什么别的心思,他带着任书来瞅上这么一眼,是觉得有些事该让这个木头丫头知道了,算是预先给他提个醒。 另外还抱了一点别的心思,我就是带着自家丫头来个应认,你能把我怎么着? 帝承恩本就对自己的出身很是忌讳,平生最不喜这种打量疑惑的眼神,神情一冷,轻笑出声,对着任安乐突然道,任小姐,我前几日听说不少宫亲世家的公子欲与小姐结情敬之好,都让小姐婉拒了。 任小姐与我年岁相仿,不知可有心仪之人,我让殿下为小姐请旨,赐一门好亲事,不知可好。 古人有云,黄蜂伟厚上,最独富人心,在座之人恐怕有点闻墨的,怕都不约而同,想起了此言。 那些个引古欲经的朝堂建官,博学善谈的文人雅士,在听到这么一句似是而非,大义至极的询问之后,感觉止于两字,完败。